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舒香 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电场时间 那今天这集的话我们要对这个道具兑换所做一点整理 还有开箱这个24年的下半季冠军礼包 那我们先把这个兑换出来 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观战证书的部分 是藉由这个挑战任务 每日任务里面可以获得这个季冠军门票 拿到活动Battle Pass这边可以获得 好这个要7张 总共只能拿到9张 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不够换的部分 那我先跟大家讲重点 我不知道有办法再生出多余的 而是我会跟大家说明就是可能啊 为什么官方这边只给9张 然后还要设那个金币的部分 好我们先把这个打开 这个是7张去兑换的 里面的话有5张的超宗等一下会开掉 5罐的SS药水 2个没有弱化版的哦 这个是强化箱不是弱化箱 加上30亿 没了这包没有钻石 好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你换完之后你就只会剩下2张了 那2张的话有些人有疑问 这个5亿金币换不到怎么办 他应该是没有打算让你换的 那5亿金币是为什么会在这呢 因为有些人其实在打这个BP的时候啊 他的时间可能没这么多 又或者是他可能参加的时间比较晚 会导致说他可能没办法收集到7个 那这时候他可能只有6个啊怎么办 至少啦 换个10亿回来 所以他应该是没有打算让你礼包加上这个金币的 那礼包完之后就是剩下2个了嘛 就是下面这段的 就是这3个选择 就看你是缺这个 药水 还是缺LV20 那基本上A水是不太需要去换的啦 因为这个S药水 就是等于2罐的A水嘛 那他的这个使用量也是2倍 而且还会少一个季冠军的点数 所以你换S药水就好 那如果像我的话我会觉得S药水 除非啦你的LV20真的超多 不然还是先换LV20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就把超中5包打开今天就可以结束了 应该是没有其他东西 啊强化箱也开掉好了 呃这个不是这个弱化箱 那个我自己开 好两个强化箱 这支帐号的话其实有在练前卡 但速度几回的缓慢 好我们开一下看一下有没有85 96很简单 哎呦 既然有耶 哇那你就是要叫我慢慢练一张千卡上去咯 反正这个是小杖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最后了 5张的超中 那刚才啊 都出85配96了 这里出一张许若曦或出一张孙依蕾 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小杖的序列都比较漂亮 比较好运嘛 16亿是怎样 哦五右城哦 好 基本上就是这张比较贵 好那最后的话 开到这张五右城真的是注定啊 如果这位有问问题的玩家 如果你还没有买这张五右城去试的话 真的是刚好哦 有人有在问啊 这五右城是胖版还是兽版 现在就来试了 这个超刚好的诶 这这么多张竟然会开到这张 这个应该跟原本国家对的差不多吧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算是胖版的算是兽版的 就最后啦 留在这画面给你参考一下 有兴趣的话可以入手 我也刚好抽到啦 如果还没入手去特别买来看的话 就刚好这部看一看 真的是碰巧 不然我之前真的没有 因为有些人问我这个 我顺便说明一下 有些人会问我说 哪一张超中你有没有存货啊 哪一张卡片 你有没有什么加6还是什么的 我朋友有没有 没有都没有真的都不会有 我不会特别去买一大堆的存货 然后卡在我的 保管箱里面去 所以 如果是那种相对比较贵的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试啊 加上我现在的课金 基本上都是压缩压缩再压缩 最多就是只剩下月卡 那个月卡还要拿去练古林瑞昂 所以说 这个部分就比较抱歉 好那也刚好有开到 就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今天这部就我们结束了 他多人那颗是不是神卡球 有一颗好了 好一二八 好就这样 好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助留言 都能知道你对这个影片有其他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加完再讨论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了 拜拜